今天各縣市都沒有超過萬例的這個情形 所以看起來這整個趨勢跟上週比起來是 大概在6萬多這個數字當中 有明顯比上週大概8萬多來的減少 那希望這個趨勢能夠繼續維持下去 那搭配著這個病例數的變化 我們也給大家看一下目前的 住院收治的一個情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圖跟字比較小 不過最上面的這個棕色的線是我們 5月中到現在 整個全國專責病房的收治數 那最近一天6月16號的這個統計 是6626人 這個也是我們大概一個多月以來 那曾經最高到過7592人 那這次是在大概過去兩週裡面 首次又掉到了7000人以下 所以目前看起來整個全國的 收治的高峰看起來應該是已經過了 那如果拆成六個區域來看的話 那最明顯下降的就是 第二條線綠色的這條線 這個是臺北區的部分 就是我們主要是我們北北基 加上宜蘭這個部分 那明顯的這個收治數是一路都在下降 最新的數字是2088 那他在最高峰的時候 事實上都是在前段 3500左右這個收治數 那接下來就是北區的部分 看起來也是有 明顯的在下降 那中區的部分目前也已經有呈現 緩降的一個情形 那在南區跟高屏區的部分 目前看起來也是 正在高原期 所以有上下起伏 不過昨天看起來是 明顯六區都是有一致性的 收治數有下降的一個狀況 所以特別跟大家做 這個圖表的一個呈現 顯示說我們國內可能在 住院病人的這一塊 這個收治的情形已經 已經脫離高峰 不過在中南部這邊 可能還有高原期的部分 還需要再度過 觀察未來的一兩週的變化 好 那在我們專責加護病房 專責ICU的部分 可以看到就是說 在這個最高點 是6月13號的907人 那目前這個收治數也都是 已經降到800 那到這個850之間 那六區的情形 目前也是有呈現一致性 都是收治數 有在呈現下降或緩降的一個情形 好 那今天的新增 中重症是373例 那中症跟重症的數字就如手板 請大家自己參考 好 那在死亡人數今天是公佈168例 年齡層是從90多歲到10多歲都有 那我們有那個慢性病或接種疫苗的那個手板 我們就提供在媒體框給大家自行參考 這個統計的部分 那在這個今天的死亡個案裡面 年紀比較輕的 是一位10多歲的 男性 本身是17歲的一個 有沒有接種疫苗 但是有這個多重慢性疾病的一個 男生 他本身有食道閉鎖等等這些慢性病 是屬於一個長期臥床的這個青少年 那這次是在6月初的時候 有出現這個 發燒確診的一個情形 那是在6月5號發燒咳嗽有痰 然後6月6號說快篩陽性 那後續是在就醫後 領藥回家服用 那因為他有這個呼吸喘的一個情形 在6月10號的時候到急診 那那時候就發現說有氧氣濃度下降 需要使用氧氣的一個情形 那X光顯示有肺炎跟胸水 所以緊急的因為呼吸窘迫關係 以及插管使用呼吸器 住在加護病房當中 不過後續因為 有這個出現嚴重的休克 以及心肺衰竭的一個情形 那不幸在6月12號的時候過世 所以這個是今天新增的一個青少年 展疫後 本身也有這個慢性病 不幸 多重因素而過世的一個 青少年 所以目前累積青少年13到18歲 只有這個年齡層的重症個案是總共有6位 其中4位是肺炎 1位是先前公佈過的心肌炎 另外1位是昨天公佈的青少年的 miss C 這總共6位 那當中有3位是死亡的個案 其中2位是肺炎 1位是心肌炎 另外在兒童重症的部分 今天有公佈3例 這3位當中有一位是腦炎的個案 另外兩位都是miss C 按照順序的話 第一位是這個 今天慢途確診人數是來到63,170個人 那麼各縣市確診的病例都在1萬以下 那麼今天可以看到是羅一軍 一個人一軍突起出來開記者會 那他也強調 南部還在高原期 那未來一到兩個禮拜 都會是觀察重點